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众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以赛亚书第26章 我们进到以赛亚书八个段落里面的第四个段落 从24章到27章 那他这个审判的对象是世界大地 是全地 而审判的时间是道纳日 他是由七次的道纳日 连结起来的经文 那因此我们就可以把24到27章的主题 设定为末日的全地审判 我们现在来看第26章 那我们不要忘记 以赛亚书的作者以赛亚 他的名字意思就是 这个耶和华拯救 因此呢 这个末日的全地审判 也有末日的救恩的拯救 因为审判跟拯救 他常常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第26章 当纳日 原文其实就是到纳日 到纳日 在由大地人 必唱这歌 说 我们有坚固的城 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 为外锅 敞开城门 使守信的义民 得以进入 艰辛倚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倚靠你 24 25前面这两章 我们已经看见了 有两种城的对比 一种是世界上骄傲的人类 他们组成的联盟 或是他们所建造起来的 城市的文明 甚至地上的猎王 与天上高处的重军 指的就是空中执政掌权 魔鬼撒旦的势力 他们组成 天上地上的一个新的 巴别塔 一个新的巴比伦城 要来抵挡上帝的介入 他们要自我中心 行一切的邪恶跟败坏 那神必出手 击碎他们 拆毁他们的这一个城池 城市 但另外呢 上帝也要亲自做 那些信靠他的人 投靠他的人的坚固城 以至于投靠上帝 就怎么样 就艰辛以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倚靠你 上帝要成为救恩的坚固城 耶和华将救恩定为 这个城的城墙 定为他的外国 这个城本呢 是大大敞开的 凡愿意投靠神的 跟神一起来守约 守信的义人义民 都可以来进入 而来领受救恩 第四节 你们当倚靠耶和华 直到永远 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 他使住在高处的 与高城一并败落 将城拆毁 拆平 一直到尘埃 这在我们在上一章 二十五章的时候 也大量谈到 这样的一个事情 第六节 要被脚践踏 就是被困苦人的脚 和穷乏人的脚践踏 在上一章二十五章的第十节里面 讲到上帝要践踏摩压人 作为审判 摩压人就是代表地上一切 骄傲 抵挡神的人 因为摩压 在以赛亚书十六章第六节里面 他被审判的理由 就是说摩压人极其的骄傲 因此上帝的脚要践踏摩压人 在粪池的水坑中 而在这一章二十六章的第六节里面 告诉我们 这个上帝的百姓 也要与主同作王 一起加入审判恶人的行列里面 因此呢 这些过去被恶人弃压 但他们却艰辛倚靠神的人 在那日 或是道那日 他们也要一起与神来审判恶人 第七节 义人的道是正直的 你为正直的主 必修平义人的路 这边告诉我们说 义人在今生今世 当走义路 那躲入救恩的城里面的人 真的是要跟神守信 因为第二节告诉我们说 这个敞开的救恩城门 是让向神守信的 义民进入的 而且我们要坚心依赖神 直到永远 因为祂是我们永久的磐石 在第四节也这样讲 所以呢 第七节告诉我们 义人应当走正直的路 而这条路 靠我们自己 是走不下去的 需要我们的主 来修平义人的道路 代表我们这一生 都要坚心依靠神 不是进了救恩的城 就随随便便过日子 那会被神赶出去的 这边继续我们看第八节 义和华 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 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 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 第八节说 义人在义和华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 不是应该在他行 拯救的路上等候神吗 怎么会在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呢 在旧约里面 审判跟拯救都是一体两面的 所有先知的信息都是讲到 上帝既是审判恶人的上帝 也是拯救信靠祂的义人的上帝 因此恶人被审判的同时 就是义人被拯救 因此我们不要像作恶的心怀不平 我们要艰辛的依靠神 因为神是审判罪恶的神 我们若像作恶的心怀不平 小心我们就不小心就离弃神 想说恶人行恶 神都没有审判他 那这样子飞黄腾达 所以我要跟恶人一样去犯罪 我才不要信靠耶和华 那你就是又离开了救恩的坚固城 第九节 夜间我心中切慕你 我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你 白天一人要走异路 晚上在夜间 心里面虽然没有走路 但心里面要羡慕神 在我们里面的灵 要切切的寻求神 晚上没有人看见我们的时候 常常是我们比较容易被试探 诱惑神所胜过的时候 但是神看得见我们 因此在晚上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切慕神 我们的灵也要来跟上圣灵的光照跟提醒 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我们继续往下看 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 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但是第十节以后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学习公义 因为神常常出手管教恶人 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 可是我们常常没有从里面学到教训 甚至有时候我们就是 自己被上帝审判的那个人 可是神管教我们 我们没有悔改 没有在里面学习到真理 学习到公义跟圣洁 我们会持续的犯罪 那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就在 生命就在旷野中倒闭 第十节 以恩惠带恶人 他仍不学习公义 在正直的地上 他必行事不易 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 耶和华 你的手高举 高举就是他要管教 他们仍然不看 却要看你 为百姓发的热心 因而暴溃 并且有火 烧灭你的敌人 这边让我们再次看见 当我们有一个悖逆的心的时候 常常就是被管教了 也没有从里面学乖 学习到该学习的真理 公义 圣洁 跟爱 因此呢 神呢 就是会透过 另外一群百姓 是倚靠神的 透过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带领 洁净赦免跟救恩 而让那些作恶的人 他们就羞愧 他们在面对上帝 烈火的审判的时候 他们哑口无言 因为他们不断的拒绝救恩 他们不断的背逆神 第十二节 耶和华 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 我们就是愿意信靠神 走异路的异人 白天走异路 夜间心中羡慕神 因为我们所做的事 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 这边讲得真好 以赛亚讲得很好 异人能够一生艰辛的倚靠神 不是倚靠自己 乃是倚靠神极大的恩典 我们刚刚讲到第七节 异人的道是正直的 但是呢 耶和华要为这个 修平异人的道路 异人没有办法靠自己 走这一生 因为靠自己 就是骄傲背逆神 因此需要靠神极大的恩典 才能够修平异人的道路 因此十二节这边所说的 你派定我们得平安 其实是出于你 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配得这样的恩典 而是你为我们成就 那伟大的救恩 十三节 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你以外 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 但我们专要倚靠你 提你的名 他们死了 必不能再活 他们去世 去世的原文是离去的灵 他们成为离去的灵 去世就是死掉的意思 也必不能再起来 因为你刑罚他们 毁灭他们 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 名号的原文是记忆 就是再也没有人会纪念他们 十五节 耶和华 你增添国民 你增添国民 你得了荣耀 原文是你为你自己得了荣耀 又扩张地的四尽 上帝 他 他 左手 施行公义的审判 右手同时 施行慈爱的拯救 他审判的这一些 之前 辖管他百姓的这一些 不好的王 罪恶的王 使他们不被纪念 但他同时又拯救 他自己的国民 使他的国民不断的增添 并且他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的缘故 扩张了地的四尽 增加了他国度的范围 十六节 耶和华 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 你的惩罚连到他们身上 他们就倾心 土胆祷告你 这边十六节到十八节 这边会开始讲到 回应十二节 就是 我们能够得平安得拯救 是因为 你给我们成就的 而不是靠我们自己 配得什么 而是因为你的恩典使我们悔改 所以呢 在十六到十八节 以赛亚在那边讲到 回想到以色列他们的 过去的列祖 他们过去的祖先 他们是怎么样 像外邦人一样 应该本来应该是要蒙恩得救的 但是却顽耿背逆 结果最后像外邦人一样 结果灭亡了 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 他说呢 我们过去呢 只要每一次被你管教惩罚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跟你 请心土胆的向你祷告 可是呢 我们并没有真实的 因为这样就学习了公义 真实的悔改 十七节 妇人怀孕 灵产疼痛 在痛苦之中 自重喊叫 代表他们受管教的时候 非常的痛苦 就呼求神 请心土胆的祷告神 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 我们也曾怀孕疼痛 所产的竟像风一样 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 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 以色列就很感叹 回顾过去以色列百姓的历史 在被管教的时候 就向神呼求祷告 可是这样的一种疼痛 很像妇女怀孕疼痛一样 但是到底经过这样的管教 然后被神赦免之后 这一个受苦的过程 被管教的过程 因为被管教会痛 到底他们学到什么 或是产生什么生命正面的影响 没有 他们疼痛生残 生出来是一场风 一阵风 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他说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 拯救的事 原文的意思是说 我们没有为这个世界带来救恩 我们没有成为一个管道 或是一个见证者 让上帝在我们这些悔改的罪人身上 的救恩 透过我们成为一个见证者 传言给世人 我们没有 我们受管教之后 就向你呼求 上帝饶我们一命 我们一定改过 可是上帝饶我们一命之后 甚至帮我们解决了 我们所捅的娄子之后 帮我们收拾残余之后 我们就回到过去软弱的生命 固态萌生 就是继续过犯罪的日子 那因此呢 这世界上的居民就继续行恶 因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什么好见证 所以呢 他们继续行恶 他们看起来也未曾败落 什么意思 好像他们也 也没有经历到耶和华最严厉的审判 所以他们就继续的作恶 但是神真的不会审判吗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十九节 死人要复活 失守要兴起 原文是 你的死人要复活 我的失守要兴起 睡在尘埃的 就是睡在尘土 埋在坟墓里面的人 要兴起歌唱 因你的甘露 好像菜书上的甘露 原文他的比较好的意思 应该是说 因你的甘露 好像清晨的甘露 就是代表死里复活 清晨来了 甘露 代表那个生命 重新滋润 地也要交出死人 这让我们可以去联想到 后来老约翰所写的启示录 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十三节 讲到最后最后的 到那日的结局的时候 海洋死亡跟阴间 都要交出一切的死人来 地上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 接受审判 恶人要进入永远的地狱 而这个信靠神的义人 死里复活之后 要与神进入到新天新地 永远的生命里面 因此呢 我们刚刚十八节那边谈到说 因为以前的以色列百姓 一直活不出什么美好的见证 他们未曾向这个世界 生产出救恩来 以至于地上的居民 也未曾败落 地上居民也因为 看不到什么美好见证 所以就继续活在一种 非常罪恶败坏的生活里面 而且也感受不到上帝好像真的会审判他们 不是不会审判 时候未到而已 在最后的时候 每一个人 每一个死人都要复活 向神交代他的一生 而恶人要进入永远的灭亡里面 二十节 我的百姓啊 你们要进 你们要进入内室 关上门 进到房子里面 关上门 然后呢 隐藏片石 等到愤怒过去 愤怒指的是什么 上帝公义愤怒的审判 过去这个字 就是出爱几记 十二章十二节的 愉悦节的那个愉悦 代表说 神要他的这些百姓 躲入救恩的房子里面 因为有带罪羔羊的血 涂在他们的门框 门楣上面 因为已经有耶稣基督 为我们付出赎罪的代价 而那些拒绝耶稣基督救恩的人 他们就会经历到上帝愤怒的审判 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 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名 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 不再掩盖被杀的人 大地在那时候要为罪恶 为人类的罪恶做见证 指控他们 因此那些杀人流血 一些的罪恶 隐藏在这个大地上的事 都会公布出来 让他们毫无可推诿之处 只能接受神公义的审判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求你让我们的生命 不要在旷野里面 不断地重复犯罪 重复漂流 主当你施行在世上 施行审判的时候 我们应该从里面学习公义 学习真理 求主 神是联名我们 我们有时候有一个 顽梗背腻的心在我们里面 不愿意被圣灵光照 不愿意受教 以至于我们生命常常 不断地绕旷野 白白受苦 经历被管教的震痛 却生不出救恩跟见证来 主啊 这是我们生命很大的辛苦的来源 求主改变我们的心 成为一个柔软的心 愿意被神调整 好叫我们走在上帝祝福的康庄 康庄大道上 而不是走在可怜的旷野里面打转 求主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